大家好,歡迎收看GTuber 今集和大家吃進深圳的人氣餐廳 無論是火鍋,飲茶,或是光節菜都會和大家試試 還會去潮人時裝店喝紅仔咖啡 想知道深圳人氣美食到底值不值得試的話 就記得看下去吧 首先,去飲茶出名的點都得,先喝茶 這次去的是海岸城店 這裡環境不錯,先走復古路線 跟店員說了要喝什麼茶之後 店員就會拿個茶包給你看看 確定了之後,就會在你面前幫你沖茶 沖完壺茶之後,還會一直挾著 就算冬天也不用怕茶會很快變凍 試一下食物 金沙紅米腸 皮很滑,內層夠酥脆 蝦都很彈牙,超好吃 雞湯四色蝦餃 皮很堅硬,但很厚 每粒裡面都有兩隻蝦,超足料 蝦很彈牙,不過味道就一般了 招牌燒賣,有點不知是什麼膠的膠黏在這裡 感覺超奇怪 皮就有點硬,豬肉就有點甜甜的 味道就…我個人不見意思 白盒亮鳳爪,超軟,夠骨肉分離 好入味,少少辣,好好味的 只是稍微鹹了少少 金腿鹹水角,皮超厚,質感就很黏 裡面有蔥,紅蘿蔔,花生,蝦米,冬菇 如果不是皮那麼厚的話 這碟東西會超好吃 這餐吃了168元,不算是超便宜 整體來說,環境和服務都不錯 但味道方面就一般般 不算是差的,只是沒什麼特別 接著就跟大家去打邊爐 打邊爐之前,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和留言 點讚GTuber,多謝 按鈴鐺,阿豬巴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了 來到萬丈天地的熊貓燙火鍋 有非常可愛的熊貓裝飾 店舖用了竹林的設計 好像進入了熊貓的世界吃火鍋 我們叫了一個創意三味熊貓鍋 麻辣那邊很辣,但麻味不算重 番茄湯很甜,雞湯那邊就很有鮮味 三火鍋湯底,味道都不錯 這個茴香小油條是送的 吃得很像油炸鬼 不過不脆,軟的 不知是因為擺來了,還是本身是這樣的呢? 口感就是咬到很累,味道一半 元氣和牛M7,雖然不是入口即溶 但好軟和好有牛味,正 嬌彈巴鯊魚,非常滑 放了入口就好像溶了一樣 好吃的,但沒什麼口感 因為入口即溶 冰魚子香菜雙拼滑 跟個名字一樣,真是好滑 有蔥的香味,加上蟹子增強了口感 超好吃 超值零添加扯麵 真是非常飄彈 硬到十足,好吃到不得了 但我之後才發現 原來要好像拉麵一樣 要拉開它才錄來吃 大家記得,千萬不要像阿豬巴一樣 那麼醜醜 這裡環境不錯,非常乾淨衛生 服務也超級 這餐吃了196元 這個價錢真是抵食得不得了 既然來到萬丈天地 那就去買潮人時裝店 十三店Marisol 喝杯熊仔咖啡 這家店除了是買潮人時裝之外 最出名的就是熊仔咖啡 喝了一杯桂花酒釀勒鐵 43元杯 淡淡的桂花香 加上濃郁的咖啡味 又不會太甜,超好喝 但最緊要的就是 送這隻這麼有趣的熊仔 其實我也是因為這隻熊仔才來的 來到主打食江節菜的桂滿龍 這次選了一方城店 這間店全名叫做 《桂滿龍不圍三十度》 《不圍三十度》就是韓州的圍道 因為韓州的安吉竹海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這裏就用了竹來做設計 加上九米高的樓底 令到這裏的空間感十足 在這裏吃東西 完全不會覺得有壓迫感 環境就正了 先試食 新疆紅柳枝羊肉串 有少少酥 很重羊味 加上羊的肥膏 咬得非常軟 口感和味道都超棒 黃大仙燒餅 有些菜肝和肉在裡面 雖然皮就挺厚的 但咬得OK的 超好吃 蔓越莓芝士焗土豆 用了半個薯仔做到超軟 有少少蔓越莓的甜味 加上超邪惡的沙律醬和芝士 好味到不得了 豉油東波半邊雞 沒有特別 普通豉油雞一隻 口感不算滑 但又不粗 味道就甜甜的 好味的 深海黃魚燒年糕 黃魚夠暖滑 年糕夠黏夠裸 不過這個配搭真是一絕 味道就當然都是一絕 特別推介這杯桂花冰釀 有很香的桂花味 酒味不濃 少少甜甜的 味道配合得非常之好 連不喝酒的阿豬露都說好喝 這杯非常值得一試 這餐就吃了220元 用這樣的價錢 就享受到一個服務 環境和味道都非常好的用餐體驗 絕對超值 接著跟大家去吃蒸汽石鍋魚 來到中韓城軍上店的鮮潭 這個蒸汽石鍋魚用的是鋼豚魚 用160度的高溫 將魚的蛋白質逼出來 所以湯就變了白色 店員說先喝湯後吃魚 我們就當然跟著做 湯超鮮甜 再加少許鹽和胡椒粉 馬上將味道昇華到極點 超棒 至於條鋼豚魚 肉質滑亂得不得了 皮就韌韌的 非常有口感 吃下去有點像鮮的感覺 味道超級鮮甜 點少許豉油來吃 更棒 手打蝦話 五蛋牙一咬就散 混了點甘筍和西芹 味道就還可以的 野生菌菇三拼 野生菇味道非常鮮甜 超棒 拌半肥牛 店員首先會把雞蛋拌均勻 牛肉之後才放下去 煮 加了雞蛋之後 口感真的很滑 略鹽切得太薄 不太有牛味 脂肪較多 味道就一般了 最後吃了甜品鮮花餅 皮夠酥脆 有淡淡的玫瑰香 吃到一點甜甜的 好吃 今餐吃了311元 以這裡的環境 味道和服務來說 這個價格絕對抵比 糖衣背後 切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而後悔 今次介紹的四間餐廳之中 阿豬巴最喜歡的就是桂滿龍 可能是因為它的食物 適合我口味的原因 不過 就算不主觀來說 以它的環境 服務 食物質素和價錢來說 都是超值的 如果和阿豬巴一樣 超級喜歡吃魚的朋友 Sinta 就一定要去試一下 它的乾糰魚 真是超級好吃 至於怎樣都行 如果是因為它的名字 而真是很想試的話 去吃一次 也都無妨的 紅貓燙火鍋 絕對是抵食之選 以這個收費 就有這麼好的味道和服務 絕對超值 至於十三的Marisol杯 紅仔咖啡 除了用來打卡 味道都是好喝的 店裡的衣服 是挺漂亮 挺特別的 不過 價錢都很特別 對的朋友仔 就去看看吧 你們又有沒有試過 今次介紹的餐廳呢? 有的話 不妨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見 拜拜 拜拜